大家好,欢迎收看球哥的影片 赛季在变,球哥的独奶精神永远不变 3月13日,在七六人与奇才的比赛中 恩比德在完成一次扣篮后,落地时扭到膝盖 随后恩比德表情痛苦捂着膝盖受伤离场 随后根据ESPN的报道,恩比德疑似遭遇重大伤病 而在经过核磁共振检查后 七六人官方发布声明 恩比德遭遇左膝骨头撞伤 预计缺席二到三周 虽然结果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但是恩比德的缺震 无疑是给本赛季视如破熟的七六人浇了一盆冷水 各路专家纷纷预测 七六人将会在恩比德缺席的这段时间内迎来一波连败 但事实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而这就不得不谈到那个扛起七六人内线大旗的男人 德怀特·护华德 当然啦 如果只从战绩榜来看的话 七六人的确出现了一些起伏 他们在恩比德缺震后让出了东部第一的位置 但是裘哥认为 这里面主要的原因并不是七六人出现了严重下滑 而是因为蓝网N巨头的势头实在太忙 要知道在恩比德缺席以前七六人的战绩是26胜12负 胜率为68% 而在恩比德受伤后的这段时间内 七六人打出了七胜三负的表现 胜率为70% 相较于此前反而略有提升 而且他们和第一的蓝网相比少打一场比赛 并且只有半个胜场差的差距 严格意义上来说 他们还没有丢掉东部第一的宝座 那么李福斯是用了什么魔法 才能让球队在缺少当家球星的情况下 依然保持着高胜率的呢 作为技术分析流的裘哥 当然不相信有什么魔法 在对七六人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后 裘哥发现 他们能够持续打出优秀的表现 离不开老将霍华德的付出 而且这种付出 在恩比德受伤之前就已经变得至关重要 本赛季至今 已经35岁的霍华德 能够场均为七六人贡献七分 8.2篮板的数据 这样的数据算不上多出色 但是作为球队的替补中锋 霍华德至少做到了尽职尽责 而在恩比德驱习的这段时间内 由于球队内线的需要 霍华德的上场时间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并且数据也上升到了 场均9.1分 10.9篮板 其中有四场比赛交出了 得分篮板都上双的表现 在4月2号对阵骑士的比赛中 霍华德更是打出了七投六中的表现 拿下了18分15篮板的大号两双 帮助七六人在课场 以114比94大胜骑士 可以说 在恩比德缺阵的这段时间内 霍华德在球队的战术地位 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并且他也抓住了这个机会 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也正是因为霍华德的优秀表现 七六人在失去恩比德后 内线的缺陷没有被进一步放大 这无疑就是球队可以在缺少恩比德的情况下 依旧能够打出高效表现的原因 而在球队进一步对七六人本赛季的高阶数据进行整理和研究后 我发现霍华德给七六人带来的远远不只有上面说到的那样 有更多是基础数据体现不出来的贡献 而这些数据都说明在恩比德受伤之前 霍华德就已经是这只七六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本赛季霍华德虽然只是球队的替补中锋 但是他每48分钟的胜利贡献值却是来到了0.136 这个数据是什么概念呢 简单理解的话 就是说只要霍华德上场并且七六人赢球 那么这场胜利有13.6%的功劳是霍华德的 这样的数据在队内并不低 要知道球队的另一位核心西蒙斯 在这项数据上的表现也才只有0.142 换成百分比的话 他只比霍华德多贡献了0.6%而已 考虑到队内第一恩比德一个人就贡献了29.5% 西蒙斯的14.2%其实已经很不错 也就是说尽管数据平庸 但是对于球队胜利的贡献 霍华德已经达到了西蒙斯的水准 那么霍华德这些所谓的胜利贡献都贡献在了哪 首先是效率 本赛季的霍华德 在76人的战术定位和上赛季在胡人时相差无几 更多的还是在防守和篮板控制上影响球队 他在进攻端的出手相当有限 一是球队战术用不着霍华德每晚大量出手 二来就是霍华德本赛季 在进攻端只剩下了二次进攻和一些吃饼出手选择 这样的好处在于 他在进攻端很多时候 不会影响到球队的传导球环节 我们可以看到本赛季霍华德除了会进行一些高位的守地手来为队友进行掩护 然后顺下完成吃饼以外 其余时间基本不会出现在球队进攻的战术板上 防守端则是得益于西蒙斯与哈里斯的外线防守影响力 霍华德在换防和错位防守上的很大一部分压力得以被分担 多数情况下只需要做好进区防守就足够了 这也大大提高了霍华德在场上的效率表现 赛季至今霍华德的使用率仅有18.5 但个人PR却是来到了16.6 效率之高已经超过了队内主力后卫密尔顿 以及本赛季打出惊艳表现的马克西 这两人在使用率上可是高过霍华德的 可以说最简单的战术之行造就了最高效的工具人霍华德 其次就是霍华德在篮板上的贡献 生涯巅峰作为历史级别的篮板手 霍华德在禁区的统治力不用球阁多说 虽然如今的魔兽已经没有了当年非人的身体素质 但是经验和篮板嗅觉依旧能够帮助他抢下巨量的篮板球 尤其霍华德更多还是面对对手的替补中锋 虽然本赛季他每场只有8.2个篮板进仗 但是霍华德的进攻篮板率却达到了16.9% 防守篮板率更是达到了离谱的34.9% 这两项数据均排在队内第一 排名第二的恩比德在这两项数据上的表现仅为7.5%和30.4% 也就是说霍华德是76人队内最会抢篮板球的球员 他在篮板球的保护上甚至做得比恩比德还要好 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76人的内线命中率只有55.9%位列联盟时期 但是他们的二次进攻得分却有13.9排在联盟第六了 霍华德对于篮板的控制在这里面也占据了很大的比重 而除了以上两点以外 霍华德在场上还有着很多数据以外的贡献 本赛季霍华德一共吃到了13次技术犯规排在联盟第一 更是两次被裁判大人驱逐出场 这两项看上去没有什么出彩的数据统计背后 却是一个蓝领球员为了胜利不惜成为一个恶汉的牺牲 我们都知道霍华德虽然有着劲爆的肌肉和野兽般的身体素质 但是纵观他的整个职业生涯 大部分时候我们想到的还是那个搞笑的大男孩 他从来不是那种像格林一样的恶汉球员 甚至于在与科比交恶时期被骂是个软蛋 但是本赛季为了球队胜利 霍华德开始扮演坏人角色 经常会通过垃圾化和较大的肢体动作来激怒对手 影响他们的正常发挥 这样的角色也许在如今的联盟已经没有那么光彩 但球哥认为却非常重要 就像去年季后赛 霍华德也是通过这一招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约基奇的发规 他曾自曝自己在赛前入住酒店时找到约基奇 并对他说过一些垃圾话来进行一些心理战 而在场上霍华德的这些小招数也对约基奇造成了一些影响 综上所述 七六人在失去恩彼得的这段时间内之所以还没有掉队 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霍华德做出的贡献 这其中不仅仅有他在高度上对球队内线攻防上的补充作用 还有个人的积极性丰富的实战经验 以及在场下做出的一些影响对手判断的行为 作为一个征战联盟多年的老将 35岁的霍华德也许不再有能力像年轻时候一样统治攻防两端 但是作为一个称职的决策球员 他把工具人的本分工作做到了最好 这也让他成为了这支七六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看着从前那个贪玩的大男孩在经过四月的洗礼后 库里之后第二位拿到单场60分的球员 同时成为现役联盟里第九位达成60分成就的球员 但很可惜的是比尔不得不接受输球的现实 这场比赛中棋才最终是以136比141的比分输掉了比赛 棋才再一次输球了 而比尔也做到了极致 本赛期至今 比尔场均可以得到34.2分 5.2篮板 4.8助攻的数据 整体投篮命中率达到48% 三分命中率高达38% 然而比尔如此稳定高效的表现 却仍旧无法帮助球队赢得胜利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我们都知道在休赛西 其才做出了两笔大动作 一是用5年8000万美元的合同续约了贝尔坦斯 二是用一直养伤的沃尔加一个手轮签交易来了威斯布鲁克 并且为了加强内线防守 其才还以一年730万的美元签下了小洛佩斯 威斯布鲁克搭档比尔 一个伸手全能的劲爆后卫和一个投射不俗的优质得分手 再加上贝尔坦斯、巴森蕾、布莱恩特和小洛佩兹这些实力派汉奖 怎么看其才的实力都算是一步加强吧 但是在赛季开始后 其才却远没有走上正轨 接连遭遇惨败 直到威斯布鲁克因伤休战 其才才艰难取得一胜 虽然随后 威斯布鲁克的付出让其才在篮网面前啃下胜利 但如果不是威斯布鲁克最后时刻的浪头 也不会让比赛面临险些被决杀的时刻 也因此威斯布鲁克被提上了背锅位 那么威斯布鲁克真的得为其才输球背锅吗 球哥认为威斯布鲁克得背一半的锅 首先 第一点原因是威斯布鲁克的打法伤害了球队 从当年的雷霆到上赛季的火箭 威斯布鲁克的个人能力谁也不能否定 即使他的跳投和三分现在已经成为了全联盟的笑话 但起码威斯布鲁克还能突破造杀伤 还能打转换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 威斯布鲁克带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问题就在于威斯布鲁克带队的时候 对球权的掌控过高 同时缺乏大局观 这就直接伤害到了球队 从一三至一四赛季以来 威斯布鲁克在雷霆的最后六个赛季里 每个赛季威斯布鲁克的掷用率都排进了联盟前15位 其中在一四至一七三个赛季里 甚至排在了前三位 在一五至一八三个赛季里 威斯布鲁克在场时的持球时间 占球队进攻球权时间的比重更是超过了50% 而在如此高昂的使用率背后 却是威斯布鲁克极高的失误率和极低的真实命中率 并且还给队友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在雷霆时期 乔治和奥拉提波便是深受威斯布鲁克的影响 此后在去到火箭后 威斯布鲁克也是成为了球队中使用率最高的球员 对比哈登的使用率还高 而效果却仍旧很低效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 火箭为了迎合威斯布鲁克打法的 也是选择交易走的卡贝拉 火箭为此组成了极致的五小阵容 而威斯布鲁克在这个阵容中 几乎扮演着中锋的角色 他不必一直在三分线外等待传球 可以随心所欲的冲击内线 这种比赛模式 也让威斯布鲁克打出了优秀的表现 在当时停赛前的23场比赛里 威斯布鲁克也是在高达35的使用率 保持着54.2%的有效命中率 和57.6%的真实命中率 可以说 那段时间是威斯布鲁克在火箭表现最亮眼的时期 现在再来到奇才后 虽然比尔的使用率更高 但威斯布鲁克的使用率也是居高不下 可是威斯布鲁克的表现却依旧低效 本赛季至今 威斯布鲁克在29.1%的使用率下 仅打出了42.9%的有效命中率 和46.1%的真实命中率 排名全都是在联盟200人开外 而且还附带场均5次失误排名联盟第二 当然不仅仅如此 在本赛季至今 威斯布鲁克和比尔一同在场的时间里 威斯布鲁克每36分钟命中率为45.2%和37.5% 可是当比尔下场后 威斯布鲁克每36分钟出手次数翻倍 命中率就跌到了38.2%和14.3% 其中在奇才只有威斯布鲁克在场的时候 球队每36分钟禁副对手15.9分 而当比尔在场的时候 奇才每百回合拿109.9分 比尔下场后 奇才每百回合仅拿81分 差了足足28.9分 这也就意味着奇才只有在比尔在场的时候 才扛得起球队的进攻 而威斯布鲁克却不能帮助到球队 还有就是奇才跟威斯布鲁克 在火箭和雷霆时期不一样 他们需要考虑队中年轻球员的发展 尤其是巴村磊 阿弗迪亚这些年轻球员的发展 奇才不可能让他们只能在比较等待着 威斯布鲁克的传球 所以威斯布鲁克的打法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限制了他们的发挥 虽然威斯布鲁克在这场比赛里的发挥足够亮眼 但这仍旧无法掩盖他的打法带来的问题 其次第二点原因就是 威斯布鲁克的掌控欲使得他没有很好地融入到球队中 在和火箭闹分手的时候 威少就曾表示过他对球队的责任心和球队文化不满 想要被交易到一支能让他像雷霆时期一样掌控全队的球队 而最终他来到了奇才 由于此前比尔一直都是二当家 所以这也就组成威斯布鲁克觉得能够如愿掌控球队 可是在奇才与火箭交易之前 比尔也是表达了自己当大当家的意愿 虽然在威斯布鲁克来到奇才初时 两人相处得很好 但是在接连输球后可以看到 两人的关系已经开始僵化 尤其是在威斯布鲁克的助攻中 基本没有比尔的身影 大多数是和布兰特的配合 比尔则是依靠着个人能力去得分 而在场外 比尔也是从最初对威斯布鲁克的赞赏 慢慢的变成无话可说 虽然威斯布鲁克在这场比赛赛后 也是大赞比尔的发挥 并且去激励队友 可是在NBA这个赛场上 只有胜利才能让言语的影响力变得更大 反之则是让队友产生不满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威斯布鲁克的防守问题 由于威斯布鲁克现在的机动性已经大不如以前 这就使得威斯布鲁克在防守端成为了防守漏洞 再加上威斯布鲁克对篮板球的失迷 使得他总是会为了抢篮板而漏掉底角射手 曾经在雷霆时期 还有着罗伯森亚当斯给威斯布鲁克填补漏洞 在火箭时期也是依靠着无限换防 勉强掩盖着威斯布鲁克的漏洞 可是在防守基本没有的机材 威斯布鲁克的防守漏洞属性也是暴露玄武 而这也就造成威斯布鲁克在防守端给到球队的贡献不足 当然球队输球也不能全都怪威斯布鲁克 而有更重要的原因便是奇才糟糕的防守 奇才的防守可以说一直都是固有的老毛病了 全队根本挑不出一个防守在联盟平均水分的球员 即使在小洛佩兹加盟后也是一样如此 没有在防守端给球队带来多大的贡献 这也使得奇才本赛季至今防守效率排名联盟倒数第四 当然这也避不开球队主教练的原因 如果本赛季再这样继续下去 布鲁克斯应该距离离队的时间不远了 但不管怎么说 球哥还是希望奇才能够早点走入正轨 争取再次闯进季后赛吧